枪枪三元行 我经常在节目里说 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 最火的不是歌星 而是诗人 有些年轻人都不信 今天我就请来一位 我年轻那个时候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朗诵过他的诗的 欧阳江和老师 那个时候诗人就是周杰伦 就拿今天年轻人来讲 那个时候你看我在武汉大学 我记得那全校学生 女孩找的都是诗人 八十年代辉煌了一段时间 没错 但是我不是说我会写诗 但是呢 为什么我跟这个诗人圈 特别关系密切了 因为这个武汉大学 我们那个学生诗人 不是湖北就是湖南的 就他们那个口音 写得很好 没法念 所以我们什么樱花诗会 那时候大学生什么樱花诗会 我帮他们朗诵 他们都得请我吃饭 所以那个时候也朗诵过 欧阳江和老师的这个事 偶像当然好 可是偶像还是一时 真的重要在于说 比方说我现在带了一些研究生 有些也以欧阳先生的作品 他的创作作为博士论文研究 这个才是永恒 玄关 他变成一个被研究的对象 这个表示说他不仅是偶像 偶像都会红跟不红 对不对 这是文学的重要的部分 但是这个欧阳老师 您看 我一见您呢 我一下子就想起 和我们的二十多年前 但是这二十多年间呢 这个诗人们的命运 应该发生了很大变化 包括你个人的 个人的和历史命运 对 整个群体的 变化很大 你现在回顾这二十多年 从当年诗歌 在八十年代那么火 到今天 这种诗人圈里 有没有失落感 我觉得恰好是回归正常 诗人不应该那么火 诗歌是一个少数人的 他使用的是少数人的语言 比较复杂的语言 他应该坚持 不要具有那种 被大众这个宠啊 或者被大众消费啊 他不应该有这样一种性质 那么八十年代 我觉得那个时候 因为没有娱乐 所以这个诗歌 占据这个地位 我觉得那个位置 那个被关注位置 反而不是 对很正常 反而不是正常 我觉得现在回归正常 这而且可能在不同 不仅是时间还有空间 我欧阳所说的 让我想起北岛 北岛因为在香港住了好久 对 谈到在香港写诗 好多人就担心嘛 香港不读书 不读文字 你写诗更冷门 是不是很痛苦 那北岛就说 不是啊 最快乐的地方当诗人 因为在香港 没有人理我 没有人把我 也没有人把我视为偶像 所以我可以做回一个诗人 安安静静的 找一个地方写诗 我觉得在不同的空间 对 诗人追求这语言的纯粹 你说这个北岛呢 我又想起另一个文学人物 也是很多人的精神偶像 王小波 为什么今天说起他呢 4月11号 王小波的忌日 他就是20年了 去世20年 20年前的4月11号 他这个心脏病 突发心脏病 我见过他生前那个照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看他照片 我就有一种好像觉得 他呼吸不畅的那种感觉 他那个神情 您跟王小波有过往 我当然有 而且就是在他差不多 逝世前一个多月 我跟他第一次见面 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就在我们有一个新诗 发布会 我的第一本诗集 在那个北京的丰路书 书店 那么我们有一个六本诗集 好像四本六本 忘了 那是我生平第一本诗集 然后我 那个参加完 那个发布会 第二天就去德国了 我去德国待了半年 回来 王小波已经不在人间了 那么王小波当时 在我们那个发布会的现场 我们有一个对话 当然那个王小波 是站在听众的这个位置里 但是有人 我们有一个师哥批评家 叫唐小杜 他介绍我认识王小波 那王小波 非常感觉有点 人在那站着 但是好像又 在这个之外的某一个地方 直升其外的那样一种 感觉 一种感觉 所以王小波 抽离的 后来我读他的小说 真有那种感觉 他在他的小说里面 又在小说之外 这个王小波的这种气质 非常有意思 那你当时讲了什么 把他气死 我们 没有 我们整个在谈我们师哥 跟很多观众对话 王小波站在那个观众听众席里面 然后一个问题都没提 但是我们在会议开始之前 唐小杜介绍我认识 我跟他聊了几句 他说他非常喜欢我的事 我问他读过我什么事 他说了几首诗 什么玻璃公传汉语之间 你觉得这个 有些这个人们啊 就是特别迷一个人 我觉得好像原因呢 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 你比如说 每到4月1号就有很多人纪念张国荣 当然了 我也很提张国荣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王小波 每一年不断的被人提起 好像总有一些人 4月11号 心里就是对他有一个纪念 你觉得王小波对于这些人的意义是什么呢 王小波的使用的语言 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这个时代流行 官方那个文学的那种流行汉语 他是另一种语言带有一种奇异 一种意志性 一种就是 就不同的质地的 对不同质地的和那个 那个就是一种 带有一种修正性的 就他要矫正什么东西 而且他最反对的东西就是无聊 他说过他的文学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任务就是要制止 修正我们这个时代的无聊 要有趣 要有趣 但是他的那个汉语非常硬朗 他的汉语他使用的 尤其在黄金时代里面 他使用的那种汉语是一种 滔滔不绝的具有整体性的硬朗的汉语 一种拦子汉的汉语 非常有意思 那么他的思想呢 他的思想更多的是来自 这个英国的这种 欧洲 对 罗素的这样一种 他经常提到罗素 对他跟那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喜欢使用的 比如谈到民主谈到西方 使用的这个美国思想 他不是 他也不是欧洲 比如说不是德国或者法国 他是英国的 带有一种冷静的自嘲的反省的 这样一种理性的这样一种东西 理性 讲常识的 讲常识 所以当时看到社会上 没有那么多玄学 对 看到这个当年政治年代的时候 很多这种荒诞荒谬之处 但是这个江河老师 我请你要假如带入王小波 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么一个 也算是汉语时代 对吧 互联网发展下的这样一个 我们平常使用的这个语言 包括今天的很多社会的这个 风土人情 假如是王小波活到了今天 你觉得他会怎么看今天这个时代 我现在没有办法取代他 但是我觉得王小波 一开始我谈到他那个气质 既是他人的气质 又是他文学的气质 他是统一的 就是直升其间 又直升其外的这样一种气质 会让他保持一种得体的 有分寸感的 冷静的和直升其外的这样一种 旁观者的这样一种目光 他会不会被这种狂欢的乱世的 这种东西给把头捞搅乱 他会使用一种带有 镇静剂的清醒剂的这样一种汉语 来和我们读者对话 那嘉辉 你看今天的这个互联网上 人们所闻所见的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一种举国若狂的感觉 我觉得在过去六七十年 中国没有一个阶段 不是举国若狂 不管是新建国的时候 还是文革年代之后 开放改革都狂 说回那个王小波 我那时候后也 我没有迷 我作为香港人 我的文学滋养 是在台湾那个部分 也是把诗人作为偶像 正愁于光中仰慕 报家他们书是叫的 泡妞牛妹是送诗的 想不想 嘉辉兄还有这样一个阶段 那那那 我说你小说里面没看出这一点 我觉得你小说里面特别狠 特别有整体感有分量 所以我真没有想到还有色情的部分 色情的 非常 这是看余光中 农中复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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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后来人是会变的 后来我比较沉迷李银河 李银河还是我偶像 SM 然后就是那个 我觉得我好奇诗人 我碰到一些当心年轻的诗人 他们后来在网络年代 好喜欢玩 他们特别在香港 玩Facebook 脸书 玩Twitter 然后都很迷人 轻轻三言两语 把那个语言放出来 那把人勾引的不得了 然后另外一些 也透过这样 重新透过网络 来了解什么是诗 以前没地方发表 年轻人 没有年轻人 不是诗人的 你说你以前 你除了看 你还写吗 你写过诗吧 每一个谈恋爱都写诗 就是那个 有了平台给他们 我觉得这些诗的 我不晓得我外行 我感觉是 黄金年代的起头了 以后可能培养 新一代的语言使用 曾经有这么一种看法 就是说啊 唐诗诵词圆曲 说今天的这个流行歌 今天流行歌 写的好的歌词 就是今天的诗歌 您同意这种看法 香港的文化中 特别迷人的一面 就是他的流行歌曲 他的电影 包括他的有一部分小说 那么这个流行歌曲 香港的流行歌曲 我们都听着 香港流行歌曲长大的 对 然后香港的这个流行歌曲 他的电影里面 体现出来的那种情怀 是这个 我觉得是香港文化中 特别迷人的一面 我这是 我也是一个香港文化的 一个粉丝 就是因为这种东西 他的这个情怀 在我们内地的文学里面 很少 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是很少有 那情怀 假如真的是有的话 我觉得说 因为有自由言论的空间 大概百无经济 不管你里面的内容 多么正经 多么黄 像我的书 你都可以表达 可是相对 我不晓得奥阳先生的经验 我们香港人写作 就我感觉经常会被那个 是有委屈的 为什么 被北方 我们香港以北 我们要视为北方 不管你哪里来 那个瞧不起 为什么瞧不起 我太有经验了 比方说我们在香港 写的文章 是香港出书 里面难免会用一些香港话 粤语等等 然后在北方出内地版的时候 总有编辑要求我们改 我说干嘛要改 他说这是方言 然后我们就很生气 总之说 从莫言到书 同道甲评 挖王安一 没有人没思过用方言写作 为什么他们不用改 我香港人要改 那个香港的 因为香港的这个 这个南方话 它粤语 这也是香港文学 比较迷人的地方 也是它的可能就是 让那个编辑们头痛的地方 就是如果广东话写成文字以后 人们阅读 就读不懂 但是其实它迷人也在这 就是它保持了一种 那个中文语言的地方性 这是它特别好的 重点 它要我们改 像甲冰蛙写 那个琴枪 就很多莫言 山东话 也写出来可能读不懂了 里面呢 我的经验是说 北方的编辑 先假设什么 因为你是香港人 所以你一定是控制不了中文 规范汉语 所以呢 你就只好用广东话 所以就要改 他不会相信 这是我们一个语言的选择 那是选择 我知道 是一个文学性的选择 我觉得你谈到这个问题 实际是个挺复杂的问题 为什么呢 你看啊 就是我能欣赏 因为我能讲广东话 所以他那些个字啊 加了口字边那些字啊 我都能听懂 我都能读得出来啊 可是呢 呃 按说呢 原汁原味总是最好的 但是你比如说像张爱玲 这个海上花 他当年呢 是完全是那个原本的那个海上花 就是 上海花 韩帮庆吧 好像叫 像韩那个人 上海花 他那个叫苏白 苏白话 就苏州的白话 为什么张爱玲又把它实际上改成了带有苏白味道的普通话 就或者一般的咱们的中文 就是因为那个苏白啊 我们完全看不懂了 就是那个苏白也能写成字 他那个就完全看不懂 所以其实张爱玲也做了一个转译的一个工作 你你包括这个东西啊 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甲平花 他假如用了一些陕西农村方言呢 看在我们大陆一般读者还是能读懂的 但是你像那个金与成吧 写繁花的那种 繁花 上海那个 上海 哎 他要真的完全写成上海话 我们也看不懂了 所以他是掌握一个一个分寸 有那个味道 但是呢 其他地区的读者是能读懂 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文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一个困惑 就我们写诗的 尤其像我这样坚持写小众的诗歌 复杂的诗歌 不在不太容易被人读懂的诗歌的时候 我没有我们自己的选择 是因为诗歌和文学永远面对这个困惑 就是一个一个背反 一个一个矛盾 就什么呢 诗歌和文学一样 一样哈 都是在文学的最深处使用的是一种少数人的语言 嗯 但是呢要表达的那个诗意那个主题那个回答的问题 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公共性的问题 他又有一种公共性 那么在诗意表达的公共性和表达这种公共性你使用的语言是少数人的语言 这个中间地方的个人的语言 这个中间有一个矛盾 有一个背反 有一个张力 您说到这个懂不懂 我还有个问题要问问您这个诗人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那就说到懂不懂啊 我就问您欧阳老师 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诗 看有些纯文学的诗 呃 外行人好像看不懂 对这个看得懂看不懂诗歌 您怎么看 这个懂和不懂的诗歌困扰我们写现代诗的人已经 呃 从我们写诗到现在困扰了几十年 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哈 就是认为 因为一般人不会拿懂还是不懂去烦那个中国古典诗 其实他们写的是更难懂 哎 一样屈原的诗经的东西太难懂了 对 但是他们古典诗歌获得了 诗人已经获得了这种特权 就可以就这么写 哎 我就你不懂就是不懂 那是你的问题 读者问题不是作者的问题 因为这个古诗里面是一个文化身份文化记忆 你不懂那说明你的这个身份修养都还有问题 哎 不 但是呢 如果你读现代诗你读不懂 那问题不在读者而在我们 嗯 现在是一个很大的 所以现在是当代诗歌还没有获得这种可以按照你不懂的这种办法去写的 然后这样一种特权还没有获得而且时间太短了 对而且最近呢我看到您跟那个德国一位汉学家顾斌先生顾斌也上过我们这个节目对你们有一个对谈我对你其中讲的一些啊挺感兴趣就是说站在你这个对语言非常讲究的人看来呃你有一个标题叫做受伤的汉语 嗯 你觉得今天的汉语你觉得有什么问题 当然有很大的问题 他那个呃不是他这个被这样一种比如说那个新华社文体那样一种宣传的党派的语言使用过之后 然后他就具有大量的这种呃政治的一种呃因素的一种压抑的东西 呃一种没有得到释放的不自由的不够柔软的东西 还有一种其实甚至是一种虚假的东西 然后还有商业的资本的这个介入以后呃大量的浮夸的广告的东西呃然后还有包括心灵鸡汤的制作 嗯之后这个比如像远方这种概念像多元这种概念像这个这个温柔美感这种概念都变成了一种带有商品性质的被制作过的这样一种东西 那么我们使用的语言语言已经是一种距离汉语作为一种人的存在方式相去甚远的这样一种东西了 他已经作为汉语的那个诗信的那种大地的那种精神 人的质体人的存在根底的这个已经相去甚远已经被我我认为哈我可能比较极端我认为已经误入歧途了 语言变得肮脏语言变得累赘语言变得呃短视和这个暴躁和焦虑 而且伴随很多语言的暴力嗯这个这个这都是语言的问题哎而人的存在他不仅仅只说我有了一个存在有了发生了一个事件 然后用语言来表达这个存在其实语言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方式 呃怎么理解呃人是语言就是人的存在呃这个 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哲学家叫做拉康他有过一个说法他说呃人 呃就事实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词语的嗯 呃其实人的存在不说你长什么样子你多大年龄挣多少钱有多多大的官当啊 呃有多少这个多高的学位这当然也是人的存在的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那个人其实很大的成成那个存在方式是讲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看法呃自己的思想那么这也是人的存在的一种基本的标准 所以我也听过人讲那么一句话说这个政治上的腐败往往是从语言上的腐败开始的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这个大跃进的时候嗯先是语言腐败嘛 你比如说什么呃母产上万斤对跟上级撒谎明明母产一千斤说母产上万斤你看这是个虚构的它不存在的 但是呢这就是他但是他这种说假话的这个语言就像今天中国人就说完全是个假的国家了这假的国家怎么可能存在呢是靠语言存在的你说出来的假话重复重复重复遍地都是就变成一种存在变成像是真的 刚刚说到拉康就像维根斯坦说嘛我们以前也讲过他说那个我们语言的边界这是我们世界的边界我们语言到哪里世界就到就到哪里这样你说起这个让我想起不是有个书每一次一过一阵只要很火吗1984 1984电影什么都有啊电视剧什么都有啊最近就火了前一个礼拜美国还全国 三十一个州啊的电影院同一天放1984来讽刺那个特朗普特朗普所谓的特朗普所谓的另类真相哈说起1984好多人马上想到那句话嘛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在看着你记得吗有一个电影在监控现在实现了 可是重点不在那边啊我们去看1984你懂看的人就知道1984说他对你的控制啊不是这样监控 当然现在更糟糕了不仅监控是你心里自己给自己投身进去了 对你让出了你的眼色对现在重点在说1984说的这是语言嘛 因为他记得吗要double thing双重思考自由就是奴役啊战争就是和平啊 然后还有什么新语new speak对不对要修改语言当你能够全部把语言删去了让你连想着造反的语言都没有 一开始里面的主人都啊就躲在家里在电瓶的监控下偷偷的写预计写不出来了 为什么他连独白的语言都没有他连什么叫做造反这个概念叫语言都没有 您自己对自己说话都没有语言的时候控制就成功 所以语言就是就是一切 对所以我当时去一下广告语言 一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的 欧阳老师您接着说 然后呢我就想起刚才你讲到我跟顾斌先生那次对话 我们谈到这个呃当时引用就是在二战之后呃有一个德国一个诗人叫艾许 他提出一个命题叫做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德语 因为他认为二战以后对德国最大的破坏是破坏了德语 而德语被葛培尔那样使用之后他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 所以那个德语遭到的破坏特别严重 所以为了夺回真正意义上的德国的那种生活方式 恢复德国人的良知最大的一个呃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学习德语 那么我现在也提出我在我的最近的嗯一个长诗叫做呃这个大师大飞里面提出这个必须重新学习中文必须重新学习汉语 因为这是我们的一种存在方式 像哪里学习呢 像 像我们自己的 像我们自己的传统 像我们的古汉语 像我们这个呃 所有人类共有的 良心的东西 良知的东西 像我们的像无知甚至 像愚蠢 哎 像我们的痛感 学习 甚至像黑暗学习 这个学习是就是像所有具有诗意的公共性的但是又是少数人的东西学习 使用我们的半神的语言 哎 使用我们的这个这个不妥协的 具有奇异的敢于说出不的这种语言 具有一种崇高感的而这种崇高感是一种诗歌意义上的崇高感 哎 不是一种比如说呃被制作过的被这个比如说世俗政治被媒体意识形态被心灵鸡汤制作的那种东西不容易啊不容易 像干为自由柔软疼痛的东西 我明白您的意思 您像这个像干我们这行的那天就在聊说这个为什么有的人说话有穿透力 有的人说话说了半天你都不会引起人的注意 就是说啊摸着心说话不一样就是你说话的时候啊是不是从心出发你的痛感你的心来了就讲心里话 今天的很多人讲的是叫空话套话您像就像您说的我比如说我做一个什么演讲的节目的一个评委 你就会看到大多数都是几个套路对对吧 他们视线被规定好了就被规定好了你要达到这样首先要有另外一套语言的想象他连拿一套都没有我看到那些年轻人学生你讲某些话就用某些语言甚至语调一定是用那个演讲体 那种就是一种事先被规定好的神学奖